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今天又是到月底了 马上马上都快 因为疫情的问题就剩两个月了 怎么说呢 我们这里相对来说比风空在单元小区里面可能要自由一点 要好一点 但是这里各种物质也是齐北的 唯一的就是海拔太高了 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 因为前几天的话 一周之前吧,三五天之前 看这个三十一天在绿色道 现在这两天看见那个山上全部变黄了 金黄色道 这炒肠,高山炒肠变化也是随着季节非常之快 不常马上就转 从山上就下来了 放不掉 我也不例外 这个月月底的话 我估计晚上的温度要达到零下 现在温度也非常低 嗯 现在的黎藏政策又发生了一点变化 就是 以前是三天两检的核酸 现在 改成了五天三检核酸 而且走109 也就是说出张准备就是五天时间 啊,仅仅是核酸的一项 还不包括其他手续 其他的话还要写这个 一张分寝 啊,那些保证书那些都要 嗯,而且今天我听说 在这个格尔木那边 在进行劝返 那就是说西藏 9109出去的啊 在进行劝返 这里面劝返的话 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拉萨到格尔木的话 是一千公里 如果说一千公里跑到拉萨来 跑到格尔木再进行劝返的话 这一人都不合适啊 那回来也只能回到拉萨或者那去 对吧 那几百公里路 那种没没法带得住啊 什么困了 不动拳啊 安多啊 这个艳势品那些地方 海拔那麽个的地方 肯定 是没办法呆的 可能这个正推的话 我估计也持续不下去 因为这段时间的话 每天自驾出帐的人员太多了 太多了 就直留在格尔木那边 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格尔木那边 哎呀 这个疫情也是搞得没有办法呀 我们尽管其变吧 就算是拉萨也一样的 嗯 说的是拉萨好多地方解封了 什么柳无新区啊 什么金开区啊这样的 解封了没用啊 没有人 街上我也看不到几个人 只能够说可以下楼转一圈 啊在楼下跑跑哪里去不了 其他地方也去不了 而且拉萨周边的区限 有的地方也解封了 什么灵州啊 当行啊 梨木啊 取水啊啊 有的地方说解封了 解封了其实也不是意义太大 嗯 他们解封这些人呢 只能够说到县里面去可以活动一下 但是县里面的物质 很多很多 还是要从拉萨来采购 所以说拉萨不解封 对周边区限解封的话 只能够说老百姓可以到县里面活动一下 其他的帮助也是没有多大的 意义不是太大 尽管其变吧 我们也没有办法 而且这个疫情 嗯 已经持续40多天 在拉萨的很多很多是属于 在这个寂寞管理 期间 嗯 变成了这个 核酸检测成了阳性 或者有确诊的也好 或者有这个 嗯 所以症状感染的也好 再被拉到房上去给你的太多了 我一直都没有搞懂 为什么 在拉萨待个几十天时间 都是在封闭管理当中 后期慢慢的会出现这么多 越来越多 这肯定也是 属于这个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 肯定也是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 我们这个就不去详细的去说这个事情了 再说一天了 我们明天要集体 撤离这个村上 让这几个村全部要撤离到隔大乡上去 什么原因我不详细跟大家说了哈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很正常的事情哈 我们早上七点钟撤离这里 然后晚上六点钟过后才能够回到这里来 就是一天时间 那明天我就看看能不能够去泡温泉 因为香山那里去温泉那里非常近 好吧 明天撤离一天时间哈这个村庄 不是这个村庄 整个的前后好几个村庄 全部集体撤离到下面去 具体的原因你们自己去劳补 包括牛羊人员全部都要撤离到 好吧 不跟大家聊了 明天我看去泡温泉 再跟大家摆楼梦子宝朋友们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